嗨 大家好 我是唐淇洋 2018年下半年 究竟哪個星座討花最旺 或財運最發達呢 你有沒有上榜呢 趕快按下連結 就可以訂閱我們女人我最大YouTube頻道 我會告訴你答案喔 來喔 先開嗎 因為你懷疑 喔 九次 這家OL 其實我覺得我上半年的工作運算是很好 那九次其實我應該有推掉 因為跟我的開庭的時間 就是撞期 我一定要以開庭的時間為主 所以就很不好意思要推掉 但是我就是自己的工作 就是律師的工作 真的是夯到一個 就是我真的沒辦法去承受 因為在在我們事務所 就是在年初的時候 有一個資深律師離職 我老闆也很謝謝他 對我就是很信任 就把大部分的工作 都直接移到我身上來 所以就真的很累 對 我覺得我工作運好是好在說 我常常接到一些很大 我看到那個案子就覺得 這可能拖個兩三年 沒有 至少兩三年不會結束 但是很奇怪 而且金額都很大 都是上千萬的 但是很奇怪就是 我去接了以後 然後莫名其妙就和解 就結束掉 而且不只一件 她跟說工作非常忙 妳怎麼有時間懷孕 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上天有保佑這樣子 因為女人很帶旺 對啊 因為之前是真的懷孕 懷孕不起來 我上次有來節目 有跟她的幸運 好 宜貞 宜貞是處女座 那處女座呢 我就會給所有 因為處女座 宜貞覺得工作運氣滿好的 上半年 是 上半年 那下半年我給妳一顆黑心 妳不介意 好多喔 好多喔 沒有 我跟你講 所有的處女座 都開始有一些危機意識 或者生涯有一些變化 那個變化也不是她會 她要的 可能類似 比如說宜貞妳生產了之後 就是坐月子 然後可能就是帶小孩 你可以想像下半年就過去 對 那有一些處女座 則是要注意 比如說自己的身體健康 或者是家人的身體健康 如果自己身體健康 是不是也做不了什麼 如果家人身體健康出錯了 處女座一定是照顧的那一個 妳就也廢掉了 所以妳蠟燭會兩頭燒 對 那這個就不是 妳要不要有企圖心的問題 而且讓我們有任何承認 因為我們有任何承認 可能會有任何承認 跟我們有任何承認 那些承認 其實我們有任何承認